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她风雨的身材很搭 50岁的她在镜头下脸部依然紧致 而且不会有奇怪的肿胀状态 保养得很好 跟严秉燕同龄的吴月 红毯上的造型 看着像是造型师和发型师吵架之后的结果 只见吴月穿了一条略带少女叛逆气息的黑色裙子 但发型却像老干部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梳头 这究竟想表达年轻还是稳重 才22岁的李根西 穿了一套全黑的裙装 还戴了一条很粗的金色项链 如果遮住头的话 完全就是中年高管出席年会的穿搭 跟她的年龄很不搭 不过年轻明星上镜还是有优势的 脸部饱满 肌肤白净 很有少女感 比李根西大一岁的荷兰豆 也选了黑色的裙子 不过她这条裙子是俏皮公主风 想当初她跟陈飞宇演电影 《最好的我们》时被吐槽颜值低 没想到过了几年 造型审美提升之后 颜值也随之提升 现在看着挺漂亮的 就是拍全身照的时候 身材比例有点虐 红毯上年纪最小的女明星 是年仅12岁的童心王圣迪 上次在海边走红毯的时候 衣着单薄的她冷得直发抖 这次在室内走红毯 造型师还是给她选了 单薄的黑色吊带连衣裙 要不是裙子上 有一个蝴蝶结装饰增篇童趣 这条裙子对她来说还是太成熟了 张凯莉的女儿张可音 穿了一条墨绿色托尾礼服裙 复古优雅 不过她的妆发 并没有跟这条复古的长裙搭配 反而化了日常的妆容 但也是好看的 跟初到初的样子相比 如今的张可音漂亮了许多 大家对她曾经的模样还有印象吗 袁文康 范帅奇和曹锡文 被安排一起走红毯 一个穿深蓝色系装 一个穿黑色长裙 一个穿椅子兼连体裤 虽然风格不一 但站在一起挺搭的 42岁的袁文康 在中年男演员中 是保养的比较好的 脸和身材都没有发福 所以上镜依然帅气 最近看去有风的地方 觉得饰演大学生村官的范帅奇挺美的 红毯上她特意打扮了一下 就更美了 曹锡文一直被说撞脸流淘 其实在直播镜头下 看起来并没有很像 不过气质挺像的 都是知性那一挂 央视力捧的年轻女主持人 马凡叔也在红毯亮相了 她的长相挺符合当下流行审美的 大眼睛 高鼻梁 瓜子脸 非常上镜 男明星方面 着装上相对女明星而言比较单调 觉醒年代的主演之一张童 是全场男明星中 穿得最休闲的风衣配黑色毛衣 跟距离民国文人的形象不同 张童换上有刘海的年轻发型后 会显得年轻不少 不过她的黑眼圈和眼带 在镜头下挺明显的 略显疲惫 宁远不知道是不是太瘦了 在红毯上拍照的时候 仿佛开了一点大头特效 寸头发型 远没有她在距离的青装造型帅气 到了采访区 哪怕打光很足 她还是暴露了黑眼圈和眼带 加上法令纹 就更显年纪了 风起龙戏剧组的导演陆阳 以及演员白宇 杨逸一起亮相红毯 三人默契地穿了黑色西装套装 直播镜头下的白宇 皮肤状态挺好的 就是方形的下巴有点瞩目 发型看着也过于随意 赵阳 王景春 明里三位实力派男演员 一起亮相红毯 他们也都穿了黑色西装 看来男明星为了显妆重 都会选择不易出错的黑色西装 荣子山在红毯上拍照的时候 透着一脸少年气 毕竟她真的是少年 刚过16岁生日 造型师挺审视的 给她选了一套全黑的西装 没什么亮点 全靠她优越的身高撑着 魏大勋穿了一套 有白色领子的黑色西装套装亮相 算是没那么单调的 只是没想到 才33岁的她 在打光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已经显露出法令文了 再过几年会不会就开始显老了 看完了明星们的红毯造型 不得不感慨 有些明星的造型师 是给明星加分的 但有些造型师明显拖后腿了 大家觉得谁的造型最不好看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